有人柯文哲為梁安寅加薪道歉 然後也說支持蔡英文群2020 然後呢 你怎麼看她這樣子 是不是有 日求禮讓嗎 還是 這個昨天 當然是看 他們一搭一唱演的一齣戲 但是 大家會相信嗎 道歉之後 為了大家聽了不舒服道歉 然後道歉之後又為了道歉之後的不舒服再更正 然後到底是不舒服道歉還是道歉不舒服 其實我們看到 價值錯亂 誠信蕩人無存 本來我們批評 柯市長認為他是跟魔鬼交易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他本身 其實是沒有靈魂 沒有價值 沒有中心思想 隨時 可以交換 隨時可以道歉 隨時 可以 出賣 那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 不講還好 講了之後我們發現 原來 原來他比我們想的還要離譜 所以 我想 昨天應該非常清楚了 不管他說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再上當了吧 我相信民進黨沒有那麼笨 大家也不會 坦白說 昨天那個訪問 幾乎是把12人都當白癡 我想應該很多人有這樣的感覺吧 那所以 你覺得 民進黨選對會不會那麼笨嗎 大家那麼容易再上當嗎 你覺得他把大家當白癡是指說兩岸一插金這個事情他道歉事後又發新聞稿 所以說不是為不舒服道歉 這種反覆嗎 還是說你覺得他昨天整個訪問沒有展現任何誠意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反覆 我剛剛講的 他見面講了 然後 回去以後 立刻再更改 所以他說 一開始說 一開始為了道歉 後來為了道歉不舒服再更正 然後 到底是道歉不舒服還是不舒服道歉 其實我現在都搞不清楚 那這樣的家子錯亂 我覺得 這個人的誠信 應該是蕩然無存